今天是三個公共核保新生機的故事 第五集啦 結果我翻個身呢 就看到有一個大約60歲的老人趴在角落 當時呢 我很想尖叫 但是我的餘光呢 看到的是一個小男孩 他全身是黑色 然後撐著黑色的雨傘 眼睛是白色的 然後瞪著我 周先生 周先生你還好嗎 周先生 好痛 怎麼了 我吃不了奧運了 記得訂閱喔 大家好歡迎回到 學朋友去誰 最後一階 不然我說什麼就學啊 你看有沒有學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你看起來好討厭喔 超討厭 而且有樣看鏡頭只看到一排那個牙齒耶 其他都黑黑的 確定在後面啊 因為他們想要休息 那邊有弟弟看到了嗎 然後 那開場呢 我們現在來問大家就是 大家有聽過什麼鬼故事嗎 有 Ghost Story啊 Supernatural Story 嗯哼 嗯哼 我們是不是有太會期啊 對不起 今天是你來到 第五集了 沒錯 第五集了嗎 這麼快 今天是三個觀眾投稿 青春經歷的鬼故事 第五集啦 這是我們現在的那個 投稿系列 所以呢 如果你有青春經歷的鬼故事 或是身邊家人的朋友經過 都可以 都可以什麼經過 就是 就是 所以你身邊家人的朋友有經歷過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 都可以在我們的FB 都可以在我們的FB社團分享喔 我們現在的FB社團 聽起來在這邊 大家趕快點進去分享喔 記得把故事就打得完整一點 就是 那個 前 開頭 中間結尾的感覺 就是打得 像個故事這樣 我們會比較好分享喔 我以為你就是鬼故事啊 你講得像鬼喔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上來看第一個 我們就非常不囉嗦 看第一個鬼故事吧 Let's go Go 好 第二個鬼故事呢 等一下我還沒好了 還是 好 第二個標題是 平安夜的詭異老人 然後通告人是 小禎婷婷 那她是在 YouTube下面留言分享 大家都可以留言分享 或是私訊我們 或是到FB社團 都可以分享喔 在我幼稚園中班的時候啊 因為呢 我家只有一個房間 所以呢 我和哥哥 爸爸一起睡 在平安夜的深夜啊 我正在睡覺 那這時候呢 我突然驚醒 我想說呢 要抱我爸睡這樣 結果我翻個身呢 就看到有一個 大約60歲的老人 趴在角落 當時呢 我很想尖叫 但也沒有辦法 我只能一直拍我爸啦 然後想要叫我爸 醒來這樣 但我爸都一直沒醒來 最後呢 我就睡著了 隔天早上起來啊 我覺得呢 這應該是夢 我就一直望著陽台這樣 那這時候呢 我看到了一位女生 那約20歲 還有一位男生呢 約30歲 那這時候呢 女生呢 一直跟我揮手 結果 我一眨眼呢 女生呢 突然就跑到我面前 然後呢 我直接嚇到呢 從椅子上跌下來 結果隔天晚上呢 我爺爺就去世了 這個比較短一點 但是呢 他的每個點都還蠻恐怖的耶 其實有一個是 睡到一半 正夜 然後突然有一個 60歲老人這樣趴在角落耶 怎麼可能睡得著 所以他那時候一直拍他爸 但是他爸沒有醒來 他為了曾經有過類似這種感覺就是 你現在看到什麼東西 但是呢 然後叫我旁邊的人醒過來 然後最後呢 就只能自己這樣 很害怕 然後後來還是會慢慢睡著這樣 太可怕了吧 我覺得這樣應該可以看得到喔 說不定他有靈異體質 第一期的是他爺爺居然 隔天就去世了 不知道有沒有相關 喔 我說他可能是聖誕節的晚上走的 同步製作給他 8點5分 所以我也給他9分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畫面感很強烈 好 下一個標題呢 是國藝的爸爸 那通告人是 許小姐 在我國小 在我國小五年級 跟國藝的時候 夢到的噩夢 國小呢 我是一個很愛在上課睡覺的人 所以呢 老師也不會注意我有沒有在認真上課 但某天呢 我在課堂上睡覺 然後呢 我做夢呢 夢到我在一個廢棄的工廠 然後我有看到兩個小男孩 可是呢 我不知道他們幾歲 但我知道 他們跟我一樣高 接下來呢 我們就在廢棄工廠探險 我聽到我們後面呢 有一個跑步聲 其中一個小男孩就說 我們開始跑 我跑的時候 我是閉著眼睛跑 原本我後面呢 還有跑步聲 但我張開眼睛後啊 我後面的聲音 突然沒有了 其實呢 我聽到我旁邊有一個 成熟的男生的聲音 但是我的餘光呢 看到的是一個小男孩 他全身是黑色 然後撐著黑色的雨傘 眼睛是白色的 然後瞪著我 然後呢 聲音沒了 我轉身看到那個小男孩 在我面前瞪著我 這時候呢 我就嚇到從夢裡醒來這樣 我接下來呢 就沒有多想 就繼續上課 我到國藝之後呢 我上學都沒發生什麼事 但在下學期段考考數學 因為我不會 我就亂猜 我就睡著了 這時候呢 我又做夢了 夢裡呢 前面有個鏡子 我能看到我後面站的是誰 恐怖的來了 我的耳朵呢 突然間耳暈 心臟也突然痛了起來 而且呢 我的左手呢 是接著電話 右手好像是可以讓心臟跳起來的那種儀器吧 電話那頭呢 是我國小五年級 聽到成熟男生的聲音 他跟我說 我是你的爸爸 跟我回家 女兒 我想說他為什麼要說 他是我的爸爸 我很疑惑 但是呢 他一直重複講 我是你爸爸 我不知道他講了幾次 可是呢 我一直在耳鳴 接下來呢 我醒 但我的耳朵呢 跟心臟呢 都還在痛 然後呢 後來我跟我同學講 他們也都嚇到了 他就是一個 是做了很多奇怪的夢 有一個人自稱是他爸爸 會不會是他前世的爸爸 他是來找他幹嘛 我究竟有什麼事情還沒完成 那這個恐怖指數我給他9分 這個我可以給他9分 因為我覺得聽完感覺好像 那位爸爸想要帶他走 那我們看最後一個投稿的故事 那標題呢是 在病床上有人 那投稿是喵小姐 是之前有投稿過的一位觀眾 那看到這邊大家可以馬上 其他留言留言你的鬼故事 可以投稿 然後也可以到FB社團分享喔 這個是 上個月拔牙發生的事 7月發生的事 就是上個月 上個月呢 我一直在往返某個醫院 牙開頭 那我們的牙科呢 是在二樓 去之前呢 會經過一個小空間 是一個有簾子的地方 但沒有病床 那我一直覺得那邊很恐 但是也說不上來 也因為呢 常常都趕著報到 就沒有在意 就在那時候啊 因為要去批架禮藥 經過了那個地方 我老公呢 是鬆開我的手 然後我抬頭的時候啊 我突然頭皮發麻 趕快衝到我老公旁邊 抱住他的手 就在那時呢 我也已經開始 頭暈想吐腳軟 我想起呢 上次也是這樣 但這次腦海出現了病床 跟有幾個人 住在上面 我叫我老公快走 然後呢老公說 病床上沒有東西啊 然後我就說 我們先走就對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很不舒服 當下呢 我已經腿軟到整個身體 是老公幫我撐著 老公呢 叫我先去坐椅子 他幫我披架 然後我受不了 我就跑去廁所吐了 吐完出來後啊 老公的藥也領好了 我就說 我們趕快離開這裡 很玄的是啊 我們走到醫院 地下停車場後啊 我的不舒服 也馬上沒了 不暈 也不會想吐 好故事結束 其實在醫院發生這種 算是靈異事件 靈異故事 我真的覺得不是不可能 因為醫院就是會有生死的地方啊 超高人可能是 他遇到這種事情 或是有經過不舒服的地方 就可能會吐 然後會頭暈這樣 聽說這樣就是 他有那個敏感體質 他可能比較敏感一點 只要經過有鄰車經過 或是殯儀館 他都會想要吐 會頭暈這樣 那這個故事我給他 9點5分 這個我也給他9分 我覺得這個感覺蠻真實的 而且我之前也聽過說 有一些有靈異體質 會可以改一道 他們說 他們去某些地方 會常常感應到不舒服 像是二手店 有一些衣物 他可能那個磁場沒有很好 一些可能夜市 喔 對 他們也喜歡熱鬧的地方 所以他就會感應到這樣 如果你也是有那種靈異體質 或是你感應到 他也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好 那大家可以去淘寶你的鬼故事喔 淘寶起來 告訴我們 好 那我們今天看完了第五集啦 觀眾投稿青生經紀 鬼故事的第五集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 青生經歷的鬼故事 或是你朋友 家人 同事 有發生過 你覺得 哇是不是很恐怖 跟我們分享 可以打故事可能打完聲一點 我們會比較好敘述這樣 那再次感謝今天的投稿人 小貞婷婷 許小姐還有喵小姐 感謝你們投稿 謝謝你們 那大家可以趕快去 留言分享 或是FB社團分享喔 那今天也能夠訂閱 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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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追蹤喔 可以加入會員 那今天我們要首歌 剛剛的話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喔 不禁其有會員資源跟會員裡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社群 跟我們一起聊天互動 好 希望在這裡 你也在這裡 那我們就在這邊見 拜拜 新的留言喔 每一次的留言我們都會看 拜拜 把所有好的壞的都刪掉 It's time to let you go 拜託你 快拒絕我 就讓我死心 外套裝的不在乎 其實很不安 藏著對你的愛慕 我說不出